哇 昨天我看了一个article哦 在这个rakia post上面 吓高死我啊 大概会有200万人会失业没有工作 我希望200万人 2 million人是bangla啦 可是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联络 然后就很久没有联系啊 住Sly Young的 诶 讲到Sly Young Sly Young Baru那边不是有一个 风区了的吗 哇 很恐怖 那边很多那些外劳 所以我那个朋友呢 他讲他也是 他在一个公司 event公司他做了很久的 然后连他都会扣一个四分之一的薪水 OK 然后其他的新来的那些 刚刚毕业的那些老板已经是炒掉了了 这个如果你的公司是大型的 或者是你本身是在里面做很久的话 所以至少你的岗位是还可以保留的 如果是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的话我相信很多老板是 已经是炒人了的 开始炒人了的 或者是不给薪水 也就是说是肝中要炒掉你啦 当然来到这边也有一些企业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飙着上去的 当一个全世界面临灾难的时候 我回到来最基本的四样东西 OK 这四样东西就是意食举行 衣食住行 所以当然食物是唯一第一啦 因为我们需要吃东西才可以活到去明天嘛 OK 所以这个行业呢 现在是一个很high的一个demand 好了我是Eric 又回到来我这个channel啦 今天我们就会讨论 在这个Covid期间或者是过后呢 就是说住在KLCC的 会不会有一部分这些人呢 他会移去这个suburb 我们讲的这个郊区的这边住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OK 现在我就告诉你 很多现在中型企业或者是小型企业 OK 中型企业的话 很多都会在KLCC里面那一区开office 小型企业有一些 他也是会在KLCC里面找一个office住着的 OK 这个小型企业呢 跟中型企业的老板 OK 会发现到原来在这个期间哦 原来是可以通过这个internet 我们讲的最近不是有很多人用zoom吗 用zoom这个东西哦 都可以处理到我们平时工作处理到的东西 所以中型的可能他会downscale 他的这个business size 就是说缩小他的这个商业 然后小型企业呢 根本其实是不用请人了 或者是分分钟老板只是请一个admin admin在家做工 就讲这个中型企业的 中型企业的 因为在KLCC找一个office呢 又贵 OK 如果是搬去subup的话 since我的员工 我可以一些重要岗位 大position的人 就是需要来这边上班的 然后可能一些小职位的那些admin啊 可以在家做工 只要定时跟老板汇报他这个工作的这个报告 就可以了 所以公司也不需要很多人啊 所以他就租在这个subup 加上这个5G时代呢 你又可以做你的branding在上网 所以你就不需要把你的office租在一个 这样出名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cost 很多人可以省下来的 那么小型企业呢 可能老板要请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admin帮他处理那单的东西 或者是做账价的东西 老板自己亲自上live 卖掉他的这些货 他的产品 与其他请很多agent 你想想看 如果他请很多这些salesman agent 帮他卖的货啦 一个agent 或者是一个salesman 他的薪水是2000块 这样12个月是多少呢 24000了 OK 现在有一些老板呢 他甚至呢 他还会把这个 他的货 给一个专业团队 所以现在有一个专业团队呢 是帮你在 拿你的货 放在这个facebook做live的 so你给他一个salesman的费用 可能几千块罢了 最多是10千块 你给他一个10千块 他帮你卖整年的货 他每天帮你做live 所以你觉得老板 也是会算的嘛 所以老板 很多也是这样子做了的 你请一个员工24000 算他2000块低薪 然后你还要他做的好 你还要给他com 可是这个不用了 你给这个专业团队做 所以他们卖了 你只是给他一个fee了哦 所以你的这个revenue就高很多咯 啊 Héang啊 你过来一下 哈 那个你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因为现在你可以在家做了 还有你的薪水会波动一般 你的车油啊 那些你没有用嘛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用到不是省很多钱哦 我也没有理由要给你这样多哦 OK啦 就这样子决定啦 上吧 所以呢 刚刚我就讲到一些中还有小型的企业 开始是搬去这个郊区 subup这一边了啦 relocate他的这个这个office OK 那么自然的工作的这些员工呢 他有一部分的员工可以在家工作了 所以他们也会不会从这个KLCC呢 扳回出去这个郊区这一边 我们讲的这个subup 你看啊 在KLCC 你3,500块一个月 你租了一间家可能只有一间房间 可是郊区呢 分分钟你可以找到两三间房 同样的价钱 为什么不选择住郊区呢 而且又是可以在家工作了 我们讲的郊区就好像是Bandam Malaysia Bangsha Mid Valley Oakland Road Kerpong Charras TDDI 还有什么呢 PJ啊 Damansara 这些地方都算是一个郊区 这个只是我的一个猜测罢了 因为这个是开放给你们讨论的 所以我的想法未必是可以认同的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theory呢 是会不会讲因为这个Covid这个东西呢 和影响到这些人流呢 跑到去这个郊区这一边 而郊区的这个property的这个房价呢 会不会开始呢 需求会不会开始很高 然后呢 这一区的价钱 房价会不会突然间 飙到Amato Makeup 这样高的这个价格呢 好了 接下来刚刚我们讲的 Covid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 运作的pattern呢 影响到企业了过后 就会影响到这些人流 会往哪里住呢 然后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人家 要买这个物质的 如果是讲high rise的话 他们会买一些怎么样的high rise呢 会不会去看一些比较low density的condo呢 low density就是说它这个可能一层楼 有几个单位罢了 整个整栋楼 它的这个住户是很少很少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期间呢 我们是也养成一个习惯了 就是说我们在practice的这个互相自我隔离 哇现在我跟你讲哦 如果这个东西啊在重演啊 想象看如果你的apartment啊 是很多人住的 你的density很高啊 整1000个unit的 然后一个人这么整栋楼缝 然后更容易传 哇 吓谁人啊真的 以现在的情况啊 我啦 见人哦 比见鬼更可怕 呃 你不是是 哈 做鬼了吗 我都没讲完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买commercial property commercial property 因为下面很多时候有墨啊 有这些shopplot啊 还有这些不懂的美食店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甚至有些是有MRT station so其实一直以来 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投资模式来的 这样现在如果你是在一个commercial的地方住呢 你分分钟你下去楼下 打包一个东西 上围上去 你种了你也不知道 所以楼下的人又种 楼上一个人种 整栋楼中有几个block 一起陪你种到玩 假烂的呗 所以接下来买物质趋势的朋友呢 会不会往向 呃 去这个郊区这边住呢 然后同时 距离大概有300m 就可以找到这个public transport 比方说KTM MRT啊 Grab啊 Shutter bus啊 之类这样子的public transport 然后至于买condo的朋友 你们会不会特地去买一些low density的condo 就是说人 这个呃 怎么样讲呢 他的这个unit比较少的 然后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你可以发表 在下面那个comment 随便comment 我也可以 然后同时我在下面也是有放一个whatsapp link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问我 然后我可以单独 呃 做一个视频 回答你的问题 好了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集了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